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的美金一万块 然后观想一直出来 不停 你的保险箱都装不下 而且是特大号的保险箱 一直到屋顶 你就会赚钱了 这个是男人爱情都是专一的 十八岁的时候喜欢十八岁的 二十八岁的还是喜欢十八岁的 三十八岁的还是喜欢十八岁的 三十八岁的时候还是喜欢十八岁的 男人的爱情是最专一的 我告诉你哦 这个法需要专一的念咒 念满二十万遍 你只要念满二十万遍 你再用你的方法 己一反三 你八十岁就可以起到十八岁 己一反三啊 己一反三啊 一定了啦 一定一定的啦 我不告诉你怎么修法 我自己修 这是法人才讲的笑话 因为是语言上的 刚毕业的时候啊 喊 弟兄们啊 后会有棋 棋是时棋的棋 毕业大学毕年 毕业一年以后 喊的口号是 兄弟们啊 后会有棋 以后会有棋子 后来 结婚在以后 兄弟们啊 后会有棋 后会有棋子 再后来 兄弟们啊 会有后棋 又再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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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兄弟们啊 懊悔的悔 悔有后棋 还是不好 这个政府制定 一夫一妻制是对的 小学 二年级的 小学才二年级的 那个女孩子 跟老师讲 老师我不要读三年级 老师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读三年级 你老师读二年级看什么 我想读四年级 你不行啊 你不可以跳纸 那女孩子讲 我不要当小三 大家笑一笑开心开心 基本念咒二十万遍 保护神 法力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偏近天的 他对于众生 还是见念的 有些神 有些天 他是不见念众生的 除了凡天 因为 他是创造神 除了大智在天 他是破坏神 其中一个保护神 是保护 所有众生的 你只要 持他的咒 修他的法 有他的法相 有他的相 有他的咒 有他的手印 就变成密教的仪轨 你只要修到 跟保护神相应 你生生世世 多得到保护神的保护 永远没有意外 大胆金吃鸟 他是吃干露水的 吃干露水的 他现在不吃龙 因为佛已经给他 那个compromise 希望你不要吃龙 因为你吃龙的话 会把龙主全部吃光 所以龙就没有了 所以大胆金吃鸟 是吃干露水的 那么干露水 任何一个水 你来供养它都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用水来供养 大胆金吃鸟 用干露水 变化干露水来供养 大胆金吃鸟 大胆金吃鸟 戴田金吃鸟 控押几心酒 露叉几嘟不 甘露四重万 欧无地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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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三遍 变化干露水 用金刚子写一个后日 变化干露水 供养大胆金吃鸟 这个干露水就可以 供养天气天 发香灯茶果 都可以 一切东西都可以的 只要是亲近的 亲近的 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喜欢的 偏禁天都喜欢 欧无地沙下 欧无地沙下 在2012年9月15日 西雅图传授 遍境天不供大法的 传法开示 在当天现场 也是坐无虚席 贵宾云集 有驻休斯顿台北 经文处处长 廖东周 和驻西雅图台北 经文处处长 金星先生至此 而卢盛雁布施基金会 也在这一天 举行了隆重的 奖助金颁赠仪式 总共颁发了23万元美金 给15个非盈利机构 包括了教育赞助金 和健康照顾赞助金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真佛宗的弟子们 为了共襄盛举 布施基金会的筹款 也特别推出了 十字金刚柱等系列的法器 鼓励大家能够 护持基金会 我们就来看看 这些法器有些什么作用 我们要认识 它就会好 哦…… 唸这个金刚薩斗也可以 唸你的本真座 谢谢 什么都可以 这个 这个如果是 你平常做过梦 然后怎么样子 你四个床 四个床脚 我給他擺上一支 就這一點點 可以蓋因為運氣不好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你把自己的頭髮指甲 一點你穿過的舊衣服 就放在這裡面 生成八日寫下來 住室寫下來 姓名寫下來 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呢 找一個日子叫做這個好像是說 除日 就把惡印給他除掉 然後把它蓋起來 你就放起來 放一年 以後再把這個打 一年以後再打開 今年運氣不好不用這樣 就沒事了 這個是放乾熱水的 你這個放 放一點水 乾淨的水在裡面 然後放在這裡面 然後念 甘露王真言 甘露王真言 阿彌陀佛真言 長壽真言 把它蓋起來 你有時候你認為說你身體不舒服啊 怎麼樣的啊 那乾露水拿來 那其實這個要擺在彈城啊 空在彈城啊 那是放在哪裡 這個可以放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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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等於是說蓋印 看溫啦 看溫啦 看溫 把你的印喔 不好的印給它蓋掉 怎麼樣 你自己覺得最近運氣不好 你不用這個把它蓋掉 那蓋掉以後就好 這個鬼睡 那個 怎麼樣子 都可以用這個 那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摸一摸 然後睡了 就不會有噩夢 如果你要去 有一個樓 可以啊 百字明咒也很好 金剛殺手的短咒 心咒 你的本尊咒都可以 你這個買啦 如果你修法的時候不用 你可以擺在房子的四個角落 就房子就結界了 房子就結界了 請問這一個有什麼用 這個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一樣 一樣 一般的密教的法師 拿這個 然後在你背上抹一抹 就把你的疾病除掉 他一邊唸咒一面抹 一邊唸咒一面抹 要唸到十萬片 有時候不用嘛 不用啊 對 有時候你如果心成則靈啊 心 他只要他有來就靈 加十過就更靈 謝謝 各位觀眾 在新的一年 也就是2013年1月6日下午1點30分 真佛宗台北中觀堂 將於中正紀念堂廣場 恭請真佛宗創辦人 連身活佛盧盛宴 親臨主持 南魔佛鼎尊聖佛母 護國襲災祈福超度大法會 以殊聖的真佛祕法 及尊聖佛母的光明大力加持 帶領所有與會大眾 為共同邁向2013年的台灣人民祈福 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一切天災人禍皆遠離 經濟復蘇 人民安居樂業 社會安定和諧 而法會當天 主辦單位更將在廣場 梳立一座大型的尊聖佛塔 供大眾繞佛 同時開放大家可以親手製作 小型尊聖塔 請您絕對不能錯過 南魔阿彌陀佛 各位觀眾 台灣雷藏寺精心製作的 《鬼四年農民力工作手冊》已經出版 歡迎您結緣護持 台灣雷藏寺詳情請電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燃丹雜誌》是真佛宗最受歡迎的雜誌 不但發行世界 廣傳真佛祕法 並且記錄著當代法王盧聖燕所有弘法的精華內容 值得珍藏 新的一年 《燃丹雜誌》邁向新氣象 歡迎您加入護持的行列 詳情請電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我們現在繼續來看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五日》 《西雅圖雷藏寺秋季大法會》中 《燃神法王盧聖燕》 受出家界的開示內容 你們是不是自願救贖聖燕 遵守出家界的開示內容 是 《燃丹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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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喊師 必須要由心意發出來 你們喊師 你們腳上跨摩 也能口是心非 這是終生子 沒有退休的日子 但是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之下 你們還是自由的 要留就留,要去就去 留的時候,一定要遵守出將戒律而犯 去的時候,要遵守社會華麗而犯 其實佛教跟社會是連結在一起 歸因佛門出家作為國弟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選出將戒 佛陀講的 以戒律為師父 以戒律為自己的師父 你遵守的戒律 你就是真正的一位法師 那麼同樣的,也要遵守國家的戒律 就是法律 能夠堂堂正正做一個人 堂堂做一個出家的聖任 這是一個最起碼的修行 一問一答 便是得盡 現在問你們 你們是不是自願盡情受 遵守在家菩薩借地恩萬 是 這是給我當過病人 那我們現在就是派戰 現在跟大家講 在佛教的建立裡面 什麼叫做三堂大劫 三堂大劫 一個是三劫 年紀還沒有歸成年 那麼你受的這個禁度 這個時候叫做喪 你已經成年了 你受的劫 就叫做出家劫 比丘 比丘年紀 就是出家劫 再來受的劫 就是菩薩的劫 所有的劫當中 以菩薩劫為最高 最高的戒律 其實是菩薩戒律 這個菩薩 是他不犯法 為他能想 不為自己想 像那個根本的五界 佛教徒 只要一歸一 就一定要受的五界 殺 盗 淫 忘 窮 這個五界 全部都是在變化成為六度 在變化就成為幾百條的菩薩劫 那麼菩薩戒是很難守的 首先你一定要放下你自己的私心 為眾生而努力 不是為你自己努力 是為眾生而努力 花菩提心 菩薩戒最重的 就是花菩提心 花慈悲心 不是為自己想 而是為眾生想 在密教阿底霞宗者 曾經向金舟大師 學習七菩提心 七億菩提心 其中的一項 就是治他復犯法 自己跟別人復犯 每一次你要做事情 先自己跟他人復犯 這個互相一交換 有些事情你就可以做 有些事情你不能做 只要危害到他人 都不能做 只有幫助他人的一定要做 只有利益自己的 而別人沒有利益的 而別人沒有利益的不能做 要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的可以做 這是自他之間的關係 你如果被人家提到的話 你心裡會怎麼想 你自己的東西如果被拖的時候 你自己會怎麼想 你自己的東西如果被強到強呢 你心裡會怎麼想 你自己被人家入住了 你自己會怎麼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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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殺生 因為你也被你被殺 不能夠拖爆 你也不想被人家強暴 給你 給你搶劫 你也不想被人家欺騙 所以呢,你不能換 引進 你也不能講欺騙的話 因為你也不願意被人家欺騙 所以我今天所講的 就是要你做事情以前 如果傷害到別人的 千萬不要做 因為你也願意受傷害 其實菩薩劍是由菩提心印花出來的劍 如果你懂得自他賦犯 你就時時為他能想 不為自己想 所以今天的這個代價 長戒律非常深厭 容易受盡 但是 也很容易換 最容易換 你們既然受到菩薩劍 那就是最大的劍力 再加 有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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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劍力 今天 跟你們講到這裡 希望可以去好好看著這個 菩薩薩 菩薩 從那裡請退出 你們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可以做 我們念 南無本世世加摩尼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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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聖珍 你師婆婆 黃昱開設請坐合正日式 這人公增 我會 我會本身 那 參學 會 還要rating 是不是 然後是個最初請問 新娘的姓名馬曹君 金龍是黃正義 因為我新娘跟姓名都不不敬 反正是他不換吧 好 喔 敢來啦 好 肝臟會這樣 抓啦 你看 敢在這個法會之前來振奮 當然是恭喜你們 但是師尊總是要講一個笑話 但你們聽起來都是不怎麼好笑 這笑話是怎麼樣的 人一對夫妻啊已經結婚了20年 到了這個結婚紀念日的時候 這個夫妻兩個人啊 就祝賀了這個 20年的結婚紀念日 那這個先生啊 就跟太太講 你還記得 20年前 我們兩個在樹林裡面 這個被你爸媽做到的事嗎 喔 這個夢 他太太就回答 哎呀 你還記得 那一件 我們兩個在樹林裡面 這個爸爸突然進來 進到樹林裡面來 抓到我們兩個人 那一件事 哎呀 你真的是 還沒有記得住 可見 你的感情跟我是非常深的 這個先生他就沒有 他說我還記得住 你爸爸媽媽說他講來 你如果不娶我的女兒 我一定要抱你 這個進監牢20年 那太太就問他 這什麼意思呢 先生就跟他 我在想 算一算日子 今年剛好20年 應該如果那時候 被進監牢20年 現在也自由了 希望你們結論快樂 為什麼 為他媽媽的 為他媽媽的一些 這個樣子 好像說 終於20年後 才想到 治癒我的日子 好 比較好 各位觀眾 連身法王盧盛宴 將在12月29日 台灣雷葬寺 親自主談 眼磨天 護磨大法會 歡迎您前往參加 詳情請電 049-2312-992